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前有着九龙皇帝之称 在香港呼风唤雨 门下小弟众多 多少兄弟愿意为他出生入死 向前有三位太太 生下了13个儿子 向华强排名第十 但他出生后仅一年 父亲向前便被驱除到台湾 从此再也不能入境 而西岸的帮派事务则交给了大哥向华岩处理 在向华强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庇护 虽然他依旧吃穿不愁 但帮派上的事务也没有他的用武之地 向华强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向华盛 也是向前最小的儿子 两人年龄相仿 非常亲厚 他们长大后曾经结伴去台湾找父亲向前 只要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创自己一番事业 但向前只是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 小伙子还是要靠自己呀 便把他们打发回香港了 向华强一度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当时香港功夫片正流行 他从小喜欢练武术 经常一个人在天台上扎马步练功 一身肌肉还算结实 五官也很标志 完全可以胜任男主角 另一个因素是 香港娱乐圈大多数背后都有帮派势力 不管邵氏家和还是后来的新一城英皇 都和帮派脱不开关系 很多电影的投资都来自帮派 尤其是一些江湖片 大多都是真实写账 还要找帮派大佬来当顾问 决策也都能找到原型 帮派大佬看中的剧本 亲自挑导演演员 把枪底在对方脑门上 没人敢说不拍 向华强有着心严谣的背景 在娱乐圈自然如鱼得水 他25岁正式出道 出演电影龙虎地头蛇 之后出演了多部功夫片 但并没有大红大紫 那个年代香港只有一位功夫巨星 便是李小龙 当年佳和用1.5万美金的价格 邀请他拍摄两部电影 分别是唐山大兄和大侠会员甲 上映后变大火并远消国外 卖到了好莱坞 这两部电影的成功不仅让李小龙成为享誉国际的功夫巨星 还让香港功夫片走向世界 也为港片打开新纪元 然而李小龙1973年便猝死 也就是向华强出道那年 关于他的死有各种传闻 他的情人丁佩也因此背上罢名 不少李小龙的粉丝让他偿命 但两年后 丁佩成为了向华强的妻子 然而因为合作电影而相识 随后便坠入爱河 向华强有着心安的背景 不离外界的传闻 坚持将丁佩取进门 并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丁佩在1978年为向华强生下一个女儿 便是向永恒 婚后他享受了短暂的安稳生活 但他始终没有走出李小龙之死的心理阴影 不久之后便顿入空门 开始吃斋念佛 这时心安的形势也发生变化 向华强的哥哥被抓 他被推上负责人的位置 帮派里大小事物都需要应付 还有各种酒局社交 都需要一个女人做他的嫌内处 这时陈岚便出现了 她也来自台湾 是一名模特 年轻的时候非常美艳 性格直爽 热情火辣 当陈岚和向华强在一起后 丁佩便主动提出离婚 成全了这一对更加合适的人 因此 陈岚对丁佩非常感激 一直叫他姐姐 而向华强也负担他所有生活费用 让他衣食无忧 女儿向永恒跟随丁佩长大 很少出现在向华强和陈岚的身边 他和母亲一样低调 从未打着向家的旗号作威作福 向永恒也继承了父母的优越外貌 一双大眼睛非常有神 一辆高挺 只是身材有些发福 向华强虽然不能陪在女儿身边 但对他非常宠爱 生活上有求必应 得知女儿想要做珠宝设计 便大手一挥帮女儿开珠宝店 而向永恒很有商业头脑 将自己的珠宝品牌 经营的有声有色 从未靠向家行眼球 只是他从25岁开始 像母亲一样幸福 如今虽然生活优越 但依旧单身 向华强的另外两个儿子 都是陈岚所生 如今向氏夫妇 在娱乐圈的地位 也是两人一起打下来的 当年向华强和弟弟向华盛 成立永胜公司 陈岚将街上发传单的女孩 张敏牵下 将她捧成了一代性感女神 之后永胜公司 签约周星驰 吕连杰等当红影星 成功打造了赌王系列 陶学威龙系列 成为香港娱乐圈 举足轻重的影视公司 向华强和陈岚一起开创事业 两人感情非常深厚 两个儿子 虽然从小娇生惯养 但性格却完全不同 外界对于各个向左比较熟悉 他的形象正面阳光 长得比较像父亲 外形硬朗 一身肌肉非常结实 也是圈内为数不多 能打的男性 但向左一开始是个小胖子 体重曾经超过200斤 泡面一次要吃四包 汉堡一口气 能吃下三个 他的外形发生变化 是在出国留学的那段时间 当时他喜欢一个女生 却因为自己肥胖的外形 而不敢表白 而且他在国外也因为过胖的身材 曾经遭到歧视 甚至有同学把他塞到垃圾桶里 各种刺激下向左决心减肥 最好的办法依旧是管住嘴 迈开腿 他每天坚持健身 再也不碰高热量的食物 一年之后竟然瘦了80斤 成为了一个体重标准的小伙子 但这并不是向左的目标 他想要成为一名功夫明星 就像父亲年轻时一样 他从小经常见到各种香港影星 有这样的明星梦也不足为奇 为了帮助儿子实现梦想 向华强找来李连杰做他师傅 并安排儿子出演电影《霍元甲》 这部电影是师徒二人首次合作 向华强带着儿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 将圈内好友介绍给他 非常高调地送儿子出道 只可惜向左在重心捧月下 并没有大红大紫 不过向左始终对功夫非常热爱 即便瘦身后也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 他的身材是非常标准的八块腹肌 一直保持着非常健康的阳光形象 而且没有不良嗜好 但向左唯一的缺点 就是在感情上太过单纯 他作为向家长子 自然是钻石王老五 圈内不少美女嫩魔都对他非常感兴趣 只是他的每段恋情都不让父母省心 向左第一段被曝光的女友 是一位名叫黄婉佩的模特 向左曾经多次带着他出席公开场合 举止非常亲密 然而向太随后便安排人调查黄婉佩 结果发现他已经嫁给一名新加坡富商 随后向太棒打鸳鸯 并公开向媒体发话 向左十年之内别想结婚 黄婉佩更别想进门 虽然向左短暂的挣扎了一段时间 黄婉佩也证明早已离婚 但最后还是抵不过向太的强大气场 向左之后又爱上内地网红王秋子 不惜为他豪志千斤 送各种奢侈品哄他开心 然而向太调查之后发现 这个王秋子已经生下一个女儿 完全是把儿子当成提款机使用 向太为了让向左和王秋子断开联系 不惜聘请多位保镖 严格管控向左的行动 不让两人见面 最后只能以分手收场 向左表面看起来恐怖有力 但在感情上是个傻白甜 再加上父母家底深厚 难免会被有心计的女孩利用 向太曾经多次亲自帮儿子张罗女友 甚至还想过把和自己性格很像的 映彩儿介绍给他 当时映彩儿也是永生旗下亲约艺人 丹奈和梁实在不来电 如今向左的太太郭碧婷 也是向太一手安排的 当时母子两人一起参加亲子节目 郭碧婷和郭爸爸也是嘉宾 在节目中他相中了这个儿媳妇 开始不断撮合两人 结果竟然他们真的走到了一起 郭碧婷同样来自台湾 性格非常乖巧 情史和家庭背景都非常干净 外形条件更是没得挑 向左这几年虽然在事业上缺少一点运气 拍摄的作品都未能引起太大水花 但他的形象阳光正面 性格也很讨喜 几乎没有丑闻 如今向左经常参加主流活动 经常公开表达爱国立场 他反而成为向家最正面最有前景的一位 如果向左算是榜样 那么他的弟弟向右则是反面教材 兄弟俩小时候都很胖 但向左减肥成功了 而向右依旧还保持着200多斤的体重 而且劣迹斑斑 向左从十几岁开始和一些小混混来往过密 我有当年帮派的味道 他在22岁的时候曾经公开约嫁 因聚众斗殴被警察抓获 这是他第一次被抓 向家第二个儿子也因此曝光 6年后向右和出租车司机发生冲突 对司机大打出手 还放言说我爸是向华强 结果他被出租车司机告上法庭 这件事曾经登上港媒报纸 向华强一度气得不想管儿子 最后还是向太出面将他保释回家 还有传闻说他曾经专程到东莞地区的酒店找特殊服务 还因为对酒店的小姐不满意而砸了酒店的招牌 没想到得罪了当地的地头蛇 最后向华强不得不动用各种人际关系 才把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保回来 之后向家有意保护这个儿子 几乎从来不让他公开露面 就连向左和郭碧亭的婚礼上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大概是因为婚礼上媒体众多 害怕向右再次被曝光 很多一家四口的照片都是向左向右小时候的样子 两兄弟长得非常相像 那时候陈兰也格外美艳 如今只有一家三口的照片 向右很少出镜 而向右的感情生活貌似也不稳定 他的女友也没有获得向太认可 但他为了和女友同居选择离家出走 不过他还没有传出结婚生子的消息 三个孩子对比来看向左果然是最忠气的 而且郭碧亭很乖巧听话 有意追生二胎 如今出门在外已经获得了小向太的称号 向华强夫妇现在的事业重心主要在大陆 俨然一家五口的模样 向永恒和向右这两个孩子很少出现在他们周围 同样是向家的血脉 三个孩子性格却差异如此之大 都说富不过三代 不管向前是黑是白 他曾经创造的财富和名望 怕是难以延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